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丹 我是美樂 我們現在在新店總站這邊 那我們這支影片會騎到海倫咖啡 這支影片不只是騎到海倫咖啡之外 我們還會分享跟車心總必須知道的五件事情喔 好啦 那我們約八點半在這邊 然後等一下吃完早餐之後就準備要出發啦 好 走吧 GO 好熱喔 那海倫咖啡是單車組跟重機組都非常喜歡的一條路線 那要去海倫咖啡就是在新店總站集合 然後走北宜公路 一路往上騎就可以到了 好 因為這條北宜公路太窄了 然後車太多了 重機太多了 所以今天這支介紹影片就由我來說 然後Merry當B-roll 我在這裡 不要關掉影片喔 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要點就是 在騎腳踏車的時候 我們騎的速度其實是非常快的 所以要學習觀察路面的狀況 像下雨天的雨的積水 或者是油汁在地上 甚至像是窟窿啊 地面上的小沙石 那些都是我們在騎的時候要注意的 把這些東西避開來之後 就可以避掉任何我們在騎乘當中 有可能會碰到的滑倒狀況 還有一個東西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上次去騎新竹山路的時候 因為那邊的山路已經騎到非常陡了 所以在那個速度很慢的情況下 我們的輪子碰到了樹枝 山路上面的樹枝 就非常危險 非常容易打滑 我們上次同行的車友 結果發生這種情況 然後就打滑跌倒了 所以這個大家要注意一點 小心一點 第二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抽車 其實抽車就是讓身體站起來去踩你的腳踏車 這通常都會用在上坡 或是要衝刺的時候 可以去舒緩你身體不同部分的肌肉 在抽車的時候要記得 就是讓自己腳踏車的檔位 往中一兩個 不然如果說你維持目前的檔位 開始抽車的話 你的腳會空轉 會變得轉得非常的快 最好就是讓自己的檔位 中一兩格之後 然後引自己的慣用腳 開始去做抽車這個動作 在抽車的時候 可以試著讓自己的身體 隨著腳踏車去左右擺動 當然這不是一剛開始 就可以覺得很習慣的動作 要讓自己經由多次的練習 才可以讓自己在抽車的時候順一點 好熱喔 我就說太晚出門了吧 太熱了啦 我們現在騎了大概一個小時 然後騎了12公里 到了這個美齡咖啡的地方 那美齡咖啡 是到海淪咖啡中間的一個休息點 這兩邊都會有非常多的騎士 在這邊休息 這邊也是可以喝咖啡 然後這邊腹地比較大 所以也有非常多的車友 都會在這邊休息 因為你已經太熱了 要去上廁所 好休息一下之後 我們等一下會下滑大概800公尺 那接下來就是一路上升 兩公里 那第三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可以學著試試看 在騎行的過程中 放開一隻手用單手騎 那一開始的時候 一定會覺得不太習慣 而且沒有安全感 那我們可以試試看 慢慢來把手離開我們的握把 那這樣子的好處是 因為我們在騎長途的過程中 有時候有人會需要喝水 或者是用手指方向 告訴我們一起騎乘的隊友 我們要去哪裡 或者是說告訴後面的車 我們要轉彎這樣子 那這些都是可以在每一次的騎行過程中 慢慢每一次的慢慢練習 那我們現在騎到海倫咖啡 現在時間是11點05分 然後我們總共騎了一個小時13分 那總長是15公里 還可以嗎 太熱了 這邊還有很多腳踏車架 讓騎腳踏車過來的人 可以把腳踏車都提放在這邊 那海倫咖啡他們這邊呢 有賣一些飲料 你也流太多汗了吧 整個臉都濕了 海倫咖啡他們這裡有 賣一些飲料啊 咖啡啊 果茶啊 還有鬆餅跟厚片 還有賣冰沙耶 好棒喔 有 我剛剛就是點冰沙 騎腳踏車到這邊啊 還可以跟他們要個冰塊補起一下 不然實在是太熱了 你看你那邊就是油騰發耶 真的 好美喔 好啦 那要離開海倫咖啡啦 那接下來跟大家分享剩下的兩點 那接下來第四個要跟大家分享 新手要注意的要點 是過彎 因為不管我們是在騎河堤啊 或者是騎山路啊 或者是任何一般的道路上面 那一定會碰到過彎的 過彎呢 要注意的就是 我們眼睛看的方向 就是我們過彎的時候會走的方向 那在過彎的時候 就是也是要特別注意一下路面的狀況 看地面上面有沒有什麼窟窿啊 或者是小石頭 碎石子 以防我們在過彎的期間滑倒 那在過彎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我們轉彎的內側的踏板 要讓它往上 這樣子才不會因為過彎的時候 踏板磨到了地板之後 自己摔倒跌倒 那最後一個我覺得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下坡的煞車 還有騎沙的狀況 那我們在下坡煞車的時候 通常我會去用點煞的方式 去按後輪的煞車 然後搭配前輪的煞車 也是一樣是做點煞 不要一次讓煞車整個滑 那還有一種情況 是我們有可能會碰到要急煞的狀況 那這種時候 用前輪是比較有效率 做煞車的一個動作 那但是如果說用前輪煞車急煞的話 那這樣很有可能發生前輪整個鎖死 那這樣的話整個鎖死的話 整台車就會往前翻 這樣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一個非常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在煞車的時候 不論是你在下坡煞車 或者是急煞的狀態下 那記得整個身體的重心要往後 盡量要讓自己的屁股往後坐 那讓你的身體重心往後的情況下 這樣子就不會發生整台車往前翻的情況囉 好那我們從海淪咖啡下滑之後 到這邊是30分鐘 到我們都會來吃這個一碗小羊肉這邊 那你今天這樣整趟去下來感覺怎麼樣 太熱了 我們應該要早一點出門 現在已經快要夏天了 所以差不多30分鐘 下次早點起床 早點起床 早點起床 那海淪咖啡呢 我覺得它的坡度沒有到非常陡 沒有到像是我們去新竹那時候的那樣子 但是就是比較危險 就是非常多的重擊 跟非常多開很快的時候 他們這樣經過旁邊 我那個女兒心理壓力都好大喔 咻咻咻咻 那這次的影片因為這段路實在是太可怕了 所以我都沒有什麼講話 就是讓他再自己錄 我們錄的這幾個新手必須遇到的事情 希望有幫助到你們 希望有幫助到每一個跟我們一樣 是公路車新手的你們喔 好啦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